乐高首次推出与星球大战系列相关的乐高套装是在1999年 当时正是星球大战幽灵的威胁电影上映的时候 第一波乐高星球大战套装包括7140型XC战斗机 这个套装标志着乐高与星球大战的合作开始 之后乐高陆续推出了更多与星球大战有关的套装 逐渐形成了乐高星球大战系列 乐高星球大战系列涵盖了多个星球大战电影中的经典场景 人物和载具 系列中的套装包括小型组合包 大型建模套装以及专门的人物和载具套装 这些套装都是根据电影中的原型进行设计和制作的 让玩家能够重新体验并重建电影中的情节 请点击右下角加入我的频道支持视频制作 谢谢 今天我们来看乐高星球大战系列最大的UCS套装 UCS前年损耗 这是乐高星球大战系列中最大最复杂的套装之一 于2017年发布 它是一款基于电影系列中的标志性飞船而设计的套装 由7541个零件组成 它的完成尺寸相当大 长度约为84厘米 宽度为56厘米 高度为21厘米 这款套装的设计非常细致 模仿了千年损飞船的各个细节 包括外观 内部舱室和驾驶舱 它还配有几个可移动的部件 如可展开的雷达和炮塔 这个套装是乐高收藏家和星球大战迷的真品 因其复杂的建造过程和令人赞叹的成品而备受喜爱 它不仅是一个精美的展示模型 还提供了许多可供探索和重新构建的机会 乐高千年损套装是一个真正独特的收藏品 UCS XE战机 这个套装是一款巨大的XE战机模型 精确还原了星球大战中的经典飞船 它是乐高星球大战系列中备受欢迎的套装之一 XE战机套装首次发布于2000年 之后在2013年和2021年进行了更新版本的发布 它包含数千个乐高砖块 构成了一个高度还原的XE战机模型 这个套装的完成尺寸约为52厘米长 40厘米宽和11厘米高 XE战机套装精心设计 几乎每个细节都得到了模仿和还原 它包括可展开的机翼 可旋转的激光炮和可打开的驾驶舱 套装还配有一个支架 可用于展示这个精美的模型 这个套装对于喜欢乐高和星球大战的粉丝来说 是一次机会来构建和拥有一个令人惊叹的收藏品 请加入我的频道 谢谢支持 我们来继续看UCS死星 这个套装还原了死星的庞大规模和细节 包括多个房间 玄桥和各种角色 它是乐高星球大战系列中一个极具特色的套装 死星套装于2008年首次发布 随后在2016年进行了一次更新版本的发布 这个套装由超过4000个乐高砖块组成 它的完成尺寸约为41厘米高 42厘米宽 死星套装的设计非常精细 它包含了许多标志性的死星特征 如巨大的凹面镜、平台、炮塔和悬浮桥 套装还包括了一些小型胎战斗机和XE战机模型 以及一些小型迷你人物 死星套装的建造过程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它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展示模型 是乐高收藏家的宝贵收藏品 UCS超级尖心件 超级尖心件也被称为帝国尖心件 超级尖心件套装于2019年发布 它以其巨大的规模和出色的细节在线而受到赞誉 这个套装包含超过4700个乐高砖块 构建成一个逼真的超级尖心件模型 它的完成尺寸约为110厘米长66厘米宽 超级尖心件套装的设计非常精细 模仿了超级尖心件的各个特征 包括外观 弦窗 炮塔和剑桥等 套装还附带一个展示支架 这个套装的建造过程相当复杂 需要耐心和技巧 但最终的成品令人惊叹 这些UCS套装通常比其他系列的套装更大 更复杂 拥有更多的零件和更高的难度级别 它们为收藏家和乐高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欣赏精美乐高模型的机会 乐高星球大战系列是一个充满乐趣和创意的玩具系列 它将星球大战的魅力与乐高的建模系统完美结合 为粉丝和收藏家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体验 谢谢观看 请点击右下角 加入我的频道 期待更多有趣视频